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大部分事務 今天果然壓回了八十五點 我只能說跌得好 真的是跌得好 封關之前只要壓回修正 我一定告訴會員 布局強勢基有股 爆股過年 往年的行情 只要開紅盤之後補個量 買盤歸對 它容易大漲 所以這禮拜只要有跌 我就是買股票 沒有第二句話 所以這一檔 基有的一個翔索 你看一下 我怎麼布局的 我一樣告訴你 我的策略沒有改變 強勢基有股要利用回檔 做卡位的動作 三次的操作都是如此 USB4的翔索 太不惜的概念股票 賺三個股本 支撐趁回買很清楚的操作策略 十二月十一號買在平牌以下一五四五 買完之後一七八五賣 這樣一買一賣兩百四十塊錢落袋 第一趟的操作 回檔三天叫轉折 來到一六二零 想不想跟我低接 你想跟我低接的一六五五接回嗎 因為高點先賣一趟 一六五接回之後呢 有沒有漲到一九七零三百塊錢 兩百四加起來五百四十塊錢 多麼龐大的一個利潤 是不是 所以這張股票呢 每次回檔修正 你會看到我的身影 告訴你他撐得很好 整理三天 一八四零撐得很好 接下來又來到一九七零的平行高 這次的一九七零總共來了三次 三次都沒辦法過高 當然可以適度的減碼 這是第二趟的操作 所以加起來就是五百四十塊錢左右 很漂亮 所以當他回檔修正 上禮拜五 一七五五 一九七零來了三次 回到一七五五四天叫轉折 只跌了 我說這禮拜會五天轉折向上 有沒有如同我的預測 上禮拜五的想說是跌 跌到一七五五 從一九七零到一七五五 差了幾塊錢 差了兩百多塊錢 是不是 所以第三趟的一個位置 是一個絕佳買點 廢視係數的轉折波動 你要看得懂 量價的一個分析 你要看得很精準 你才知道一七五五是一個買點 有沒有如同我的預告 五天轉折向上禮拜一八五零 今天一九零五 現在從一七五到一九零五 又多了一百五十塊錢 這第三趟 這第三趟 目前漲了一百五 所以五百四十塊錢賺到口袋之後 接下來第三趟的祥碩會漲到哪裡 會漲到哪裡 今天祥碩有大力多 什麼大力多 享受USB 付金品 得到USB協會的一個認證 也就是說一家公司的一個產品 不管是得到什麼國際官方的一個認證 代表他的品質是被認同的嘛 所以接下來國際大廠會延續他的訂單 增加他那個所謂那個業績動人了 所以整個一個全台首家得到USB認證的 就是翔碩的晶片 USB4 我看中的一家公司的一個產品主軸 我說過 通常是殺手級的一個產品 殺手級的產品 通常具有長線價值 把握任何上車的機會 現在的朋友 享受前面兩趟五百四十塊錢 這一趟從上個禮拜 我的轉折低檔 告訴你要上車175 到今天1905 又多了一百五十塊錢 這行情要不要跟我報股過年 報股過年一個增低 在你買進的股票 要得到市場上認同度 年後的買盤才會聚焦 在這些個股身上 否則你報錯股票 一樣是往過年了 這一檔尹威 八六五的賣點 四波段三八一 這過去的一個績效 七年度的七月份 跌到五七差了三百塊錢 差不多的首度接回 夠便宜了 對六百以下尹威 很安全 上去之後回檔六零五 還是買點 每次回檔 我都告訴你 尹威的殺手級產品 全球第一個傳輸速率高達 兩百二十四 Gbps的半導體測試 介面基歐股 講了N變了 你也應該耳熟能詳 重點是低檔 要會跟我買 所以整個一個尹威 就從五七 漲到八八六 漲了快三百塊錢 這次這次我不會等到六百 來到七五二 我覺得夠便宜了 夠便宜了 趁大盤中作買尹威 一月十九號達到七三七 更低了持續看好 持續看好 他的一個明星級產品 所帶給他的業績的爸爸力 當年七三七又是破斷低點 誰會看好尹威 上禮拜我在鄉索 我一檔四天 誰會看好鄉索 再嚇我 開城布公 告訴你我對於檔長線 具有投資報酬率的一個個股 給你的一個操作 請你逢低 陳傑七三七 禮拜七九七 兩天六十塊錢 二三號跌到七六七 我說表現不弱 一月十六號七九九 今天尹威八一七 Bingo 八十塊錢了 七三七到八一七 八十塊錢了 你看我操作這些高價股 要賺一百塊錢 垂手可得 第一這句話 倒定年間 講得很簡單 但實際上操作 你有辦法賺到那麼多嗎 想說兩趟 前面兩趟的操作 五百四十塊錢 這一趟也一百多 尹威一樣 也有要將近一百塊錢的利潤 所以對於我的選股 我不曉得同妙 有沒有認同 價錢投資概念 我常常拿這張字卡 來分享我的選股方向 巴威特股神告訴你 價錢投資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沒有第二個方法 你這個選股一定要對 對 我絕對不會跟你 哈不拉噹 講一些投機股 縱使他很會漲 不關我的事 真的不關我的事 這一檔叫金利科 是不是張很兇 是不是張很兇 看一下基本面 金利科 賺錢賠錢 越賠越多 我不敢買 一家公司的業績每個月才兩千萬 買得下去嗎 光是我們某某投顧的業績 每個月就一億了 就比金利科 每個月的營收要高很多 這種股票你敢買嗎 兩千萬的業績 虧錢的公司 他會漲 他會漲 老婆欣賞就好了 真的欣賞就好了 3629的地心引力 這家公司也是越虧越多的一家 名不見賺的個股 對 一家公司的業績不到一百萬 虧錢 你買下去嗎 3629 你買下去嗎 他曾經漲到一百塊錢 如果你萬一買在這個位置呢 買在一百就開始跌 跌到現在剩二十五 股價剩四分之一 所以你要冒這種風險嗎 股價在漲 低吸引力很好看 但是你真的買得到嗎 你真的敢買嗎 所以對於我的選股 你放心好了 萬中選一品質的保證 不是符合巴威特的選股邏輯 我不會帶你出手 你放心好了 個股的一個選股風險 我已經幫你考量過了 我可以幫你省掉很多的時間 那操盤的節奏 你跟上訊息 你就知道一檔股票 低檔怎麼買 高檔怎麼出 玉泰賺一股本的 二月份三九一點五 賺了一趟之後 回檔下來四零三再結尾 記得嗎 四零三結尾之後 四八九點五 兩趟九十五塊錢 AINB的是不是 回檔修正 來到四一六 最後的洗盤 最後的回測 四一六點五當然要買 對四八九點五不追可減碼 那四一六呢 四一六呢 差了七十幾塊錢 這當然是一個 再度進場的一個位置 所以整個玉泰的一個架構 有沒有從四一六漲到四五二 除了AI的NB 讓他的需求暴增以外 AIP 目前應該很多人會談論 當我分析這個明星級產品之後 接下來你所看到的玉泰的一個架構 就會引動一股蜂巢 AIP 對 微投影機 用聲控的聲音控制投影 所以要不用用到玉泰的一個微機電麥克風 所以這個價值 在明星級的產品建構在他的一個需求身上 所以不管是AINB AIPIN 對玉泰未來一個成長空間相當的幫助 所以四一六漲到四五二 上禮拜四漲到四六四 禮拜五回檔四四五 小回而已 漲多的回檔 亮縮 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今天不是又是一根紅K棒 來到四五九嗎 這一波段已經四十三塊錢了 所以呢 這行情怕過年嗎 今天台股跌八十五點 我選的股票 翔碩有沒有漲 尹薇有沒有漲 玉泰有沒有漲 是僥倖嗎 我的選股為什麼在封關之前 繼續的得到市場上認同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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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 把這三個紅包帶回去 年前跟我布局 這樣就對了 這一檔營收新高 年漲超過七成的肌肉股 雙底站上僅限 原相 三二七的原相 一根長黑打下來 測景縣的買點 二四號原相還是要買嘛 沒有錯吧 禮拜告訴你 要趕快上車 原相要趕快上車 今天原相面對台股壓回八十五點 他漲三塊錢 檔檔都是強勢旗幼股 親愛的朋友 成功絕非偶然 將近二十年一個操盤經驗 跟我的研究團隊所選出來個股的一個操作 技巧你真的有目共睹啊 所以回顧一下原相 一月二十二號 雙底站上僅限的位置 當時低點一五五嘛 是不是同一檔 很好上車 突破了買點 回測僅限的買點一五八 要不要買 要不要進場 底的時候要敢跟我買啊 是不是 二十四號上禮拜三 是不是同一檔 很漂亮的回測買點在一五八 降低你成本跟風險不是嗎 所以接下來的原相 到昨天還有一五六 趕快上車 還沒大漲以前都可以上車 今天原相已經來到一六 一點五 今天上漲量不太夠 他還是要補量 一千五百張的一個成家量 絕非攻擊量 所以原相上去一定要補量 那如果沒補量呢 那該賣就要賣 如果補量上去 遇到壓力 該賣我還是會賣 所以這個盤的一個架構 我只能告訴你 你所承受的風險很低 這禮拜成量一定三千億以下 量收回檔整理的格局 有低檔跟我買進強勢肌股 我會帶你報股過年 過年後的行情 我的股票應該會非常的亮麗 紅包三重送趕快拿回去 趕快拿回去 好利用這個三紅包 在最後的一個封關前 大膽跟我逢低來布局 第一個大紅包價值好幾萬 看你參加我什麼會員等級 參加會員等級越高 享受的一個紅包 當然是越大 物價所需 另外第二個大紅包 三月份才起算會期 也就是說現在封關前 過年前你看到大家都在觀望 對參加龍家軍行列的三月份起算 到底是三月一號三月十五還三月底呢 打電話進來問就知道 看完之後呢 如果你才參加我龍家軍會員行列 還是三月份起算 所以講來講去 越早參加越划算 越物超所值 越早利用我給你的標的 好好的逢低來承接 第三個大紅包加碼的神秘 特別加碼這一個 那加碼這一個 當然是留給 有心要成為親老師龍家軍 一份子的你 我會給你一個special special的一個大紅包 對三個大紅包 你有需要的 歡迎你打電話 打電話進來 親老師全部都給你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戰略了一個精準 昨天我有進場 平臺突破 昨天買在113 大家看得很清楚 113買完之後盤中差一點亮燈 我今天做了把檔的動作 9點31分 見準一百二附近賣 當初在一百二 你去對價一定賣得掉 因為賣完之後呢 最高拉高到122 收盤是118 兩天落袋 所以不管是波段式的操作 還是短線價差操作 我全部幫你帶到 能賺盡量賺了 大多頭行情 對 你在客氣什麼 你在擔心什麼 我會賣掉持股 主要是把資金轉進下一檔 不然就等見準回來做低階動作 這我常告訴你 如果投資組合的一個調配 給你的三檔 頂多是五檔 懂嗎 不是一天三檔 一個禮拜十五檔 一個月六十檔 不是啦 你的所有資金 最多就是買五檔 五檔一旦買完了 買滿了 就是會出掉 結果才會進行的 這是我給你每個會員等級的承諾 所以見準兩趟操作 賺不多 十張大概賺七萬塊而已 對 一一三買的 今天一二零賣 收盤是一一八 那見準賣掉資金 買哪一檔 買先進光 這張股票由虧轉銀光學的 你看一下基本面 第一季財報是虧錢 目前接到一些訂單 變成賺零點七六 第二季 第三季呢 二點一九 所以跟我剛才給你提示的 金利科 每季多在虧錢 越虧越多 這種股票我不會碰 地心引力 名不見金賺的 每個季度都在大虧錢的 我也不會碰 我只會碰有賺錢的公司 所以整個先進光的一個架構 平行的一個突破 今天買在一八八 九點三十五分 先進光一八八以下買 當時候經過一分鐘 在一八七點五 所以你再度對時對價 買在一八八 很好啊 很好買啊 股價還沒動嘛 買完之後呢 震一下 洗一下 墊高一九四 有沒有先買先賺 所以今天的新進光 我本來預計 這個平臺的一個突破 應該會攻漲停 那會過前高一九四點五 今天最高一九四 然後來到一九四點五 他殺住了 所以跟我今天那個換股 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我賣掉見準 就是要買先進光 那如果一檔股票的架構 跟我的疫渠不一樣 搞不好我明天就會賣 這是我的一個對一檔股票操作的心得 給你做參考 所以目前行情封完之前 有跌要買 有跌要買 真的趁跌好好的封低來佈局 年後的行情 對你自己去看嘛 我已經超盤超了快二十年了嘛 年後行情通常是正的 都是會上的 所以這檔紅塑當受雙底確立的 五三七開始買一月十五號 記得嗎 一趟兩趟六四五賣 上禮拜四賺了一百二十六塊錢 十張一百二十六萬落袋 上禮拜四我賣 今天六二四隔天來小板壇 我有說要馬上接回嗎 沒有 今天已經來到六二四 離我的賣點差了二十一塊錢 十張差了二十一萬嗎 這樣股票我會接回 我也想接回 真的 我有設定一個接回的位置 是不是今天還是明天 還是下禮拜一封關那一天 不要去拆 不要去拆 總而言之這一大段兩個禮拜 賺了一百多塊錢 現在回檔你想跟我進場的 這種具有長線價值的機油股 你要好好的來跟我低接 聚焦長線價值嗎 把握熱能上升的機會嗎 懂嗎 所以三個大黃包拿回去 對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幫助 我盤中幫你加持 你就敢進場 你就敢低接 否則你也是在觀望 跌的時候你敢買股票嗎 上禮拜五的翔碩回檔 跌四天你敢買嗎 對 玉泰回檔修正 四一六以下你敢買嗎 現在四五幾四六幾 是不是原相回撤那個景線 跌下來長黑你敢買嗎 沒有我在盤中陪你看盤 你買後會溜溜 會刷刷 電影四 放行杯 很多同樣的毛病 讓我在盤中拉你一把 幫你加持 你一定敢低接 你一定敢低接 就像這一檔生家店 我一檔三十四天叫轉折 是不是四一三第一趟四四三三天將近三十塊錢 第二趟回檔來到四一五再給你一次機會 有沒有四一三可以買嗎 漲三十塊錢 四一五當然可以買 有沒有漲到四三四 昨天來到四四五 這檔股票我還留著 我還留著 今天生家電子面對臺股壓回八十五點 他漲九塊半 今天欣老師手中的持股搶不搶 大盤是壓回啊 每一檔股票表現 不管是生家電啊 不管是翔碩啊 不管是玉泰啊等等 每一檔股票表現 不能說異於常人 異於其他弱勢的個股啊 所以這檔照例 折疊機手機的軸承廠商 賺超過半個股本 EPS大概八塊錢了 他從高點兩百五四回檔下來 組出一個晚行底 我覺得這個晚行底還蠻漂亮的 還蠻漂亮的 你應該知道 我不會帶你周約這種高點嗎 但是一檔股票 當他股價回檔修正 組出一個底部 他當然有機會做表現的空間 因為折疊機率的一個越來越盛行 從三宋開始做起 蔓延到大陸的華為 現在又可能蔓延到蘋果啊 所以呢 越來越成熟的折疊手機所帶動的 可能不是只有照例啊 另外一檔叫做六八零五的 顧士達 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都是軸承的機油股 他們的未來商機 當然是建構在折疊手機領域啊 所以這個行情 這個盤不要怕跌 跌丟是機會 我看到是年後的行情了 這禮拜的行情 指數空間 你不要寄望太大 盤是如果回檔就進場 個股表現該如何操作 我這邊在盤中會給你最好的一個指導啊 最好的指導就提供給你最好的入會門檻 你看紅包三重送 年前送給你個大紅包 都給你啊 對 龍年呢 你想不想龍華富貴 把光榮的龍改成青龍老師的龍 你想不想跟著龍家軍 一起龍華富貴 三個大紅包再度的提醒你 第一個大紅包 價值好幾萬 參加會員等級越高 我給你的一個折扣越多 第二個 三月份才起算會期 不過我們之前過年前參加龍家軍的行列 三月份起算 你等到開放盤之後 參加龍家軍的會員行列 還是三月份起算 總而言之 越早參加是越划算 第三個大紅包 加碼的神秘禮 special special 我要給願意參加龍家軍 會員行列的同秒 最大的一個神秘禮物 你如果有需要 歡迎你此時此刻 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去把神秘禮貌 打電話進來 實在打電話